近日赖声川导演经典话剧《一夫二主》在上海重登舞台精彩上演 《一夫二主》自1995年首演开始就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2015年为了庆祝《一夫二主》出品20周年 新版《一夫二主》在上海卷土重来 而今年9月 赖声川再一次带着他的团队重新回到这个梦开始的地方 为大家带来《一夫二主》的第50场演出 《一夫二主》作为意大利经典艺术喜剧的改编之作 融入了大量意大利文化元素 为了让中国的观众能够快速接受这一类正式的戏剧 赖道可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怎么去跟我们中国人接这个地气 这个是要花点时间来想的 因为毕竟是国外的东西 那所以我说今天希望我们看戏的观众 他看的时候他也不管这是意大利或者中国 反正他就看 然后看了很过瘾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不仅如此赖道还坦言 为了这部剧能够不断的进一步 这一次自己更是重写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剧本 除了让表演更加接近我们国人的地气之外 还加入了当下最流行的嘻哈元素 可以说是相当的与时俱见了 嘻哈这个是我们这次改的 对就是本来这个我从以前做这个戏 就会让这个演员出来跟观众先互动一下 我觉得也是一个我们自己在这个戏 就是他一直往前走 那走到这个点我觉得他应该 其实那个目的就是要打乱 这个看起来很正式典雅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变成跟观众可以更有一种亲密的感觉 当典雅与嘻哈相碰撞 想必再改版后的一副二组 又将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与以往不同的惊喜 据悉表演将会持续到九月末 朋友们想要近距离接触意大利 与中国文化交融的戏剧艺术吗 那就赶紧走进剧场 重温赖道经典 感受新鲜创意吧 渔人制造 上海报道